不過有人 且年關難過 我們來看到在新北市 盧州一間彩券行手 年夜前夕 遭到陌生男子持利器 闖入刑場了二十萬元聖金 警方獲報之後 巡線調閱監視器 就赫然發現 今明犯嫌非常手滑 他不僅是挑在下雨天穿戴雨季 讓這樣的監視器畫面難以發現 藉此躲避警方追棄 甚至他選在店家 快要打烊時間來刑場 但是幾乎依舊難投發網 深夜時間 一名男子穿戴雨季 把全身包緊緊 看到一間彩券行還亮著燈 就朝店家走了進去 過沒多久 男子將原本穿著的雨衣 脫掉逃離現場 原來他早就預謀闖入店家刑牆 小年夜前夕不平靜 彩券行外拉起封鎖線 警方趕緊調閱監視器找兇手 但發現范嫌相當狡猾 挑人少的彩券行下手 這邊都住家比較多 時間大他們就休息 可能覺得這邊沒什麼人 所以太強了吧 事發就在七號深夜十一點多 新北市盧州民族路上 六十七歲的何姓范嫌 刻意選在下雨天穿戴雨季 讓警方在調閱監視器時 難以察覺 藉此來躲避茶器 而且當時店家快打揚 現金最多也是人潮最少的時候 男子就闖入彩券行 對潘信女員工亮出利器 要她把所有現金交出 員工嚇壞了 趕緊交付二十萬現金 而范嫌得手後立即步行逃逸 強盜守得財務以全數追回 警方在八小時內逮到證明核信范嫌 起初她還矢口否認 但警方卻在住家內搜出作案的利器 雨衣雨傘范嫌白口莫辯 年節期間警方加強危安 趕在小年夜前夕 囂張行搶 不僅要把搶來的二十萬 通通歸還給店家 這下還得在警局過年 記者洪曉璇 陳瑞翔 新聞報導